博育中学 温哥华卓越寄宿学校 博育中学 温哥华卓越寄宿学校 加拿大中医管理机构联盟在去年12月颁布 将在今年10月的中医资格考试之后 取消该考试中的中文考试选项 一律改用英文考试 这个决定遭到中医业界的广泛反对 认为决定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也没有经过正常的程序 这个中文考试你突然取消 没有通过这个正规的consultation咨询 起码你要跟行内跟学校有一个沟通 说我们准备要取消这个 看看有什么表达 起码要做这个动作 列颠哥伦比亚省昆特兰理工大学 中医学系杨光芳教授指出 在中医的诊疗教学和研究中 中医双语并存不仅并不冲突 而且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取消中文考试 反而不利于中医的推广和发展 如果这个学生他有这个中文基础 他用这个中文去学这个中医 地地道道的中医 那不是学得更完整更好 然后呢 他可以更加理解这个中医的内涵和精髓 所以呢 有这样的能力用中文读的 是应该给他们有这个权利和选择 有本地主流社会的病患 也并不赞同中医管理机构的决定 加拿大中医界发起签名请愿 要求撤销取消中医资格考试中文选项的决定 已经得到数百名中医从业人员的支持 凤凤华卫视祖克勤 苏惠文 温哥华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